我回來了 女媒左頭陳偉英風光返台 陳偉英闖蕩美國職棒大聯盟三年 今年投出十六勝 拿下大聯盟亞洲聖頭王 收穫滿載 小兒子又在上個月出生 心上加息 陳偉英講到兩個兒子沒開眼笑 不過也說妻子比較想生女兒陪伴 說不定他可以傳承我的 就是技術或者是什麼 我不敢說 我老婆一直在跟我講說 他想要一個女兒來陪伴 但是就只能生到兒子 那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都講說 因為女兒是自己上輩子的情人 所以我覺得 還好我的親人沒有那麼多 沒有關係 陳偉英球場家庭兩得意 不過最近卻傳出菁英隊 可能把已經續約的英仔 當成交易籌碼 陳偉英表示 球員本身沒有選擇權 做好自己本分最重要 平常心看待未來 我覺得大聯盟來講 其實都是限職的 然後你說我想要留 還是想要走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自己也拿捏不定 那這些其實也就是 只能說真的是 交給經營公司 那當然希望如果沒有 那還是最好 那我會盡量的去做好準備 那我會因為 譬如說如果換隊 那我不會因為換隊 而去影響到自己 那我會不會讓你 陳偉英這次回台 除了陪老婆揍葉子 和自主訓練 也會抽空投入訓練營 教國高中和小學生打棒球 英仔熱心公益 曾經在高雄氣爆後 和旅美投手王維中 捐出手套義賣 幫助再去重建 這次回台 她也特地和當初 高價標下義賣手套的民眾見面 也約了王維中到場致意 王維中把陳偉英 視為心靈導師和偶像 一上台就像鷹仔拋飛穩 還有兩人一起避愛心手勢拍照 讓向來在鏡頭前 很大方的陳偉英 反倒害羞起來 中央社記者簡語期 王一文台北報導